台湾的税制到底要怎么改革才是更公平呢 我们现在就产业的部分来看 在特定产业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产业 它的税负是非常低甚至是免征的 那谈到说如果你要进行产业 这个所谓的一个付税公平的话 是不是第一个金融业 它可以回到5% 它现在并不是大概2%左右 那如果它只要提高1% 之一就可以增加130亿的税收 还有我们也知道这个科技业势 想多年的租税优惠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应该要取消了呢 有一个科技公司也是上市的 它总共20年都没有交过一毛钱给政府 为什么 因为它的投资递减已经20年 几乎把税收全部都抵掉了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 整个所谓企业一个不公平的课税 就是说我们可能去课钢铁 可能课传产 纺织 化工 可是我们却对每一些行业不课税 那这样其实那些科技业 就会多雇佣一些劳工吗 不见得 恐怕很多劳工其实在钢铁 在房子 所以我觉得政府可能还要一个 比较宏观的角度就是说 我们到底在奖励这些企业 是它多雇佣老人呢 还是说它有些创新 其实坦白讲 创新的部分也不会只有台湾 全世界都在创新 所以你是想就产业这个免税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也觉得 其实这是有很大的不公平 应该做改革 应该是说所有的只要赚钱的企业 都应该缴税 那假如要给你抵减 那是所有人都应该有 因为这是公平 而且我也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去给一些投资抵减 其实最后那些企业 那些行业也最后就垮掉了 为什么做不到 我觉得其实就如同马老师说的吧 因为有掌握权力 掌握钱 能够游税的能力的人是少数人 所以你说富人在国会里面 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其他的民主国家 他们游税力量是很强的 企业也是一样 这样的力量有多强呢 你怎么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当然是说 它可以穿梭在立法院的那边 碰到像上次产创条例 要调降引索税的时候 就看到许许多的企业界 工商总会什么会 一大堆的这个业者的代表 来立法院的罪 我们六大工商团体可以 就是说行政院长 例如从民进党到国民党 都讲行政院长 在各部会首长 然后去跟他们吃早餐 对啊 就是说吃早餐然后